来源 彭泰新闻 同比减少17.5% 每股盈余为32.34元新台币 核准配发2023年第四季度的每股现金股力3.50元新台币 其普通股配息基准日定定为2024年6月19日 除息交易日则为2024年6月13日 据台积电此前发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业绩显示 四季度营收为6255亿元新台币 同比基本持平 净利润为2387亿元新台币 约75.6亿美元 同比下滑19.3% 但好于市场预期的2241亿元新台币 台积电还给出今年第一季度业绩之引 销售额预计为181至188亿美元 毛利率52%至54% 市场预估51.4% 第一季度营业利益率40%至42% 市场预估39.4% 预计2024年资本支出280亿美元至320亿美元 市场预估288.6亿美元 董事会还核准 2023年台积电员工业绩奖金与酬劳分红 总计约1001.81亿元新台币 其中员工业绩奖金约500.91亿元新台币已于每季季后发放 而酬劳分红约500.91亿元新台币将于今年7月发放 有台媒报道称 按照去年底台湾员工约6.7万人计算 平均每人近15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34万元 低于2022年的元均187万元新台币 台积电董事会还核准资本预算约94.21亿美元 内容包括建制先进制成产能 建制先进封装成熟及或特殊制成产能 厂房兴建及厂务工程 包括建制南部科学园区零费制造中心 以及资本化租赁资产 此外董事会核准在不超过52.62亿美元的额度内 增资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c. JASM 核准在不超过50亿美元的额度内 增资本公司100%持股的子公司TSMC Arizona 核准在不超过30亿美元的额度内 增资本公司100%持股的子公司TSMC Global 以降低外汇避险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 2月6日台积电还发布消息称 子公司JASM计划在日本雄本进行扩建 具体来看 台积电 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 Sony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Corporation SSS 电装诸式会社Denso Corporation 以及丰田汽车公司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宣布进一步投资台积公司 于日本雄本县 拥有多数股权的晶圆制造子公司 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c. JASM已兴建第二座晶圆厂 并计划于2027年底开始营运 丰田汽车公司也将投资 JASM少数股权 JASM的第一座晶圆厂 计划于2024年开始生产 JASM的总投资金额将超过200亿美元 据介绍 为了回应客户需求成长 JASM在日本的第二座晶圆厂 计划于2024年底开始兴建 生产规模扩增也有望优化 JASM的整体成本结构和供应链效率 基于这两座晶圆厂 JASM雄本晶圆厂的每月总产能 预计超过10万片12多晶圆 为汽车 工业 消费性和高效能运算 HTC相关应用提供40纳米 28分之22纳米 16分之12纳米和7分之6纳米的制程技术 产能规划可能会依据客户需求进一步调整 雄本晶圆厂预计将直接创造 总计超过3400个高科技专业工作机会 通过这项投资 台积公司 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 电装诸实会社 以及丰田汽车公司将分别持有 约86.5% 6.0% 5.5%和2.0%的JASM股权 世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